我相信这个时代的父母都有一个共鸣 就是现在养育儿女越来越有挑战 各位 现在市场上很多儿女心理学 儿女教育学种种的学说和方法 这些学说和方法一日俱增 越来越复杂 但是如果我们一翻开圣经 在新约圣经里面 就给我们一句最简单 也最直接的儿女教育原则 就是你们做父母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然后要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这句话基本上只有两句 一句消极的 一句积极的 消极的就是说你们不要惹儿女的气 换句话说不要叫他向你有抵触 不要与他为敌 另一方积极的那句话就是说 在他长大的过程当中 你要继续让他明白 让他知道主的教训 其实很浅白的说这一句话 就是你们做父母的 跟孩子在一起要开心 跟他的关系要友好 然后一生有一个责任 就是让他继续认识他的造物主 这是很简单也很直接的 可能很多人以为 圣经一定有很多有关儿女教育的内容和奥秘 像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儿女教育的内容 给什么全人医治 教这个 教那个 然后怀孕的时候给他胎教 生出来给他什么心灵的塑造 然后怎么激发他发挥他的天分 很多人就说圣经有没有这些奥秘 一翻开新约圣经的时候 只有一句 很惊讶 对不对 所以神在说什么 换句话说 刚刚我们所讲的那些教育 可有可无 有也好 没有也好 我不是说不重要 但是不是关键 所以你不用太担心 如果你说我没有给我的孩子什么胎教 然后没有给他从小学钢琴 可能他是可以成为Beethoven 或者去什么学习班 能够成为一个Math Olympian 或者给他什么全人医治 如果你从小 一直到现在孩子长大 都没有给孩子有这样的教育 今天我给你一个安慰 就是这些不是重点 那些你有做 不代表会带给他们很大的祝福 你没有做 也不会带给他们很大的损失 所以各位 很多父母 确实把关注就放在这些东西 所以我要提出一个重点 就是为什么这个时代的儿女教育 越来越复杂 基本上就是 当圣经教我们 不要做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的 我们天天做 圣经教我们 必须要做的 用主的教训教导他们 我们怎样 没有心做 也没有做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圣经 只讲一句话 各位可想而知 那句话的重量是多少 所以我们一定要思考 我们一定要揣摩 什么叫惹儿女的气 不要做 什么叫用主的教训 来警戒他们 要怎么做 如果这个不做 参考这个学说 参考那个方法 然后你会不会发现 整个的儿女教育 就越来越复杂 所以各位自己确认 在今天市场上 有这么多 这么多儿女教育的书 孩子心理学的辅导 我们要怎么建立 孩子的自信心 这样培养他们 成为优秀的孩子 各位你好好看 这些书到处都有 片满这个书局 你今天看 今天年轻人 今天儿女们的 那个光景是怎样 很多父母是跟儿女 不能沟通的 很多的年轻人 越来越侮辱歧途 你看 现在很多很多的 那种罪犯 年轻罪犯多起来 年轻人就是 骗子 参与这些东西 吸毒 拿刀砍人 当然不是很多人这样 但是 与日俱真的 越来越多年轻人 来掉入这种的光景 所以我们一定要问 这个时代的父母 也特别 基督徒父母 是不是在儿女教育上 走错方向 当然 这个世界的父母 他们要信什么 这不管我的事情 主要是 我们拿着圣经 有上帝的启示的 我们的父母 那我们有没有好好揣摩 圣经所讲的 那一句这么重要的话 就是不惹儿女的妻 按主的教训 养育他们 如果神 启示的真理 我们不放在心里面 去揣摩思想的话呢 然后我们继续考究 很多其他的方法 那最后呢 本末倒置 一定是徒劳无功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夫妇呢 他们对生孩子呢 是一个很大的重担 一想到生孩子 哎呀 第一个想 要大一点的房子 要有车子 要有钱栽培他们 要给他们上一个好的大学 一直在想这些 不是不重要 但是是吃药的东西 那有一些父母呢 就误以为说 哎呀 孩子长大 我命就好了 那现在孩子还小 但其实辛苦的东西 只是他的起居饮食 其实他长大了 他的独立思想 慢慢建立起来 你知道这个东西 是很难改变 他的价值理念 他的道德观念 其实这些东西 是更重要 也是更难灌输的 如果你一年 没有好好的这样教导他们 你发现 你要两年来纠正他们 挽回他们 其实这个是越长大 其实越辛苦的事情 那很多的父母呢 现今就 不知道是怕输 还是因为太忙 那孩子呢 就是给他们的时间 排到满满的 学校回来 参加这个补习 参加那个extractal 参加这个什么种的学习 一大堆的东西 排到满满 这个也学 那个也学 所以父母呢 一直这样做的 给自己和儿女 很多的重担 自己受不了到一个地步 然后呢 就这样 就向政府抗议 拿掉PSLE 这样的 就是我们改变教育制度 这样的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一定要问 父母 就是 其实 带着一种 假想 然后给自己 无形的一种压力 那孩子 好像 如果不这样 这样做的话 赶不上 交不来 其实这都是我们的一个错解 也换句话说 对基督徒 是因为 没有回归真理 没有忠于 上帝所讲的到 其实神 给我们是很直接 很简单 人离开神 不信从真理的时候 他就把自己的人生 复杂化 把自己很多 想要教育儿女的事情 又增添各种的道理 其实越来越复杂 其实我要做一个强调 就是 家庭 怎么教育儿女呢 是涉及到 整个社会的问题来 你怎么教育下一代 跟社会是直接有关系的 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 当上一代人 越来越不了解 这一代人 然后这一代人 越来越 甚至更不了解 下一代人 各位 这个整个的社会 是变成什么样子 这是社会一定会分歧 然后带来很多传承的问题 所以现在传承是最难的 不管是在国家来讲 在教会来讲 这个领导的传承 传给下一代人 这个是最有挑战性的事情 因为一个社会里面 这一代跟下一代人的思想方面 有很大的鸿沟的时候 社会就会失去原有的根基 然后整个社会的结构就会变革 这就很严重的问题了 当然我们说 时代越来一直在改变 这是一定的 人都会改变 时代也会改变 没有错 但是很健康的改变 是不离开根基 不离开基础的改变 在那个基础不动摇里面 逐渐的改变 逐渐的 不是忽然间 没有到几年 焕然一新 一直焕然一新这样做 所以忽然间有一天 你发现 有一个时代起来 他们对性方面 对婚姻方面的那种想法 很开放 他们对人权 对自由 没有约束 对工作 对什么叫成功 这些东西 没有这种努力的概念 就是投资买卖 这样赚大 一下子成功 忽然间 有下一代人 有这种的想法 就出现的时候 上一代人的那种 努力 信任 有根有基的 这样做事情 已经没有这样的想法 这个是很危险的东西 现在我不是说 开放或保守的问题 我现在是讲到 我们忠于圣经的问题 所以无论你做父母的 或者今天 你不是一个父母 你是一个主日学老师 我跟你们说 在教导下一代 神给我们很重大的一个责任